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设定两张资料表的关联性 怎么设定 就是把这个订单ID 拖曳到退货里面的订单ID 这样就建立好关联了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我这边 我刚刚明明是订单ID 拖曳到订单ID 然后它怎么会变成客户名称对到退回 不是的 你游标移过去 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它很清楚的标示出 订单里面的订单ID 关联到退货里面的订单ID 可以吗 所以你不用刻意再用滑鼠右键点这个删除 然后又再重新的拖曳 拖曳到这个地方 其实你怎么拖曳 它就是这样子呈现 但是你真实要看我们的关联项目的话 是不是游标移到这条线上 一定要做关联哦 为什么要做关联 因为我今天是不是这张资料表没有退货的记录 所以如果我建立好关联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退货的记录放回来到这边了 这是透过两张资料表要先设好关联 才能做计算 所以关联请各位一定要建立好 然后建立好之后你就回去视觉化报表 我们准备要去写韩式了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如何设关联 如果我看到这张资料表